每天都要快篩 快篩了 每天都要快篩 好不好大家 每天都要快篩 每天都要快篩了 快篩了 每天都要快篩 好不好大家 來來來繼續開點笑 為什麼要做這些傻傻的事情 因為K哥社群需要保持住 不然我們籃球聯盟怎麼辦 不要忘記要快篩喔 笑 要快篩嗎 快篩舒服嗎 笑出來 快篩 每天都要快篩 快篩了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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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每天都要快篩 好不好大家 哈哈哈哈 鼻炎牆鼻子後面 挖一點黏液出來 所以大概是這個角度 欸問題可以直接發揮一下 先找到鼻孔裡面的地板 對 你要先用手指摸 要從這邊進去 棉棒 碰到你剛才 找到鼻孔的地板 你就沿著地板前進 啊 撞到後面了 這個時候你可以選擇 上下刷一刷 左右刷一刷 或轉一圈 然後拿出來 這樣就可以拿去 丟在那個試劑裡面 今天要教大家怎麼樣在家裡自我裁剪 自己做新冠的快篩 我們的目的要從鼻炎牆鼻子後面 挖一點黏液出來 所以大概是這個角度 OK 我們先做第一步 先要熱身 欸問題可以直接發揮嗎 第一步 很重要 你要先 先找到鼻孔裡面的地板 對 你要先用手指摸 摸到地板了 好 我們要開始了 鼻孔 你很難把它提起來 所以你要從這邊進去 然後呢 當你棉棒 碰到你剛才 找到鼻孔的地板 的時候 這個時候 我們就沿著地板前進 沿著地板往後 往後 往後 繼續往後 然後 往後 啊 動到後面了 動到牆壁了 這就對了 這個時候你可以選擇 上下刷一刷 左右刷一刷 或轉圈 然後拿出來 這樣就可以拿去 丟在那個 試劑裡面 小心 會了嗎 好 現在要講重點來了 麻煩你 這裡誰還是怎樣 這樣 當我們進去的時候 角度看一下角度 拍一下角度 正面 這樣 找到鼻孔的地板的時候 要回正 這樣下去 仔細看這個動作 這個很重要 你看我的手在幹嘛 側面 你看我的手指頭在幹嘛 轉 對對對 一面轉 一面前進 這樣就不會痛 只是癢癢的 這樣 如果你要硬搓 搓到牆壁就會不舒服 所以你要慢慢轉 喔 到了 變 出來的時候 也可以轉一轉出來 好 搞定